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区块链的信息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区块链里面的二级市场里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啊 现在是2022年的3月28日美国时间的5点09分 那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个录制视频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属于第一天所录制了 然后第二天进行剪辑 然后再发布出来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所以说你们当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其实已经隔了一天了 好 我们今天先去看一下 现在二级市场里面加密货币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二级市场里面 整个的行情呢 都是上涨的一个趋势 包括你看比特币 现在已经站稳了47,000 那么以太坊3300 那你看这些主流货币啊 等等的一些热度在前10的币 不止前10前20 所有的加密货币呢 都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那先看一下主流货币 主流货币的话 现在的情况是 基本上涨幅都在3%以上 那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瑞波币啊 也是有3%的一个涨幅 而波卡的话 甚至涨到8.5% 那么这些币种呢 都是一些比较主流的主流币种 那么再看一下一些命币 命币的话就是一些小额的币种 那你看到现在的命币呢 涨幅还是挺大的 至少也是在5% 最高的达到17点几 还有25 涨了25% 这个是什么币 我也不知道 是没有看过的 其实啊 这种小众的币啊 它的涨跌幅都是比较大的啊 你不要看它现在涨幅比较大 但是它跌起来也是挺猛的 那所以在投资命币的时候啊 大家的一个心跳的程度 其实是比较大的 就是涨的时候 可以让你一下翻很多倍 那么跌的时候 也会让你跌得体无玩忽 等等的 在我们后面看一下 公链币啊 概念币 还有分布式储存 Defi 灰度磁仓 然后波卡生态等等 这些还有NFT 都是在一个向上的涨 由此可以看出来 现在二级市场里面的一个整体行情 是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那接下来我看一下 我持仓的几个币种吧 但这个币呢 是我当时购买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看见它零比较多 所以说我就购买了 但是具体这个币的 以后的看好程度到底怎样的 我其实也不好说 因为我只是做一个 投机的心理在里面吧 涨跌幅可以看到 非常的巨大 每日的日线啊 可以看得到 我以前预计呢 它肯定还会继续持续往下走 走到这个位置的样子 只要它原来 第二个低点的位置 但是实际上我当时有被打脸啊 它没有到那个位置 它又再次反弹了 现在已经反弹上了 具体市场的分析呢 我是不动的 因为要是我懂分析 懂技术的话 我也不至于说是没挣到钱 是吧 整个情况来说呢 我在市场里面最高峰的时候 也在自己的资产有个十倍以上 那么最低的时刻也是亏的比较多 所以现在具体一个情况 就是基本上是持平嘛 所以说在市场里面 你的钱只要没被拿出来 那这个在加密货币里面的资产呢 对于你来讲仅仅只是资产而已 那真正的要去拿出来之后 那才是你的钱 好 我们现在再看其他的 还有彩犬币啊 彩犬币我是拿的比较多的 因为彩犬币呢 我觉得它还是有点潜力的 因为它背后的团队呢 虽然说没有公开 但是至少他们有在看到到 他们在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在拿彩犬币的时候 比较早期啊 是在这个最底的位置开始拿的 最高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 它中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但后来我一直也没卖 反正一直放在那里吧 现在已经缩水到这个位置 整体来讲的话 彩犬币我的持仓量呢 其实是一个赚到钱的 只是说在其他的币量上面 去给我亏掉了 其他的币种让我亏掉了 好 这是关于彩犬币的 彩犬币的话 感觉起来也是还会往上涨 其实这些市面上的币太多了 真的是看都看不过来 包括NFT啊 现在今年2022年的话 大家感觉对NFT的市场呢 都不是特别的看好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管 把币就放在那里吧 恒星币 恒星币 也是比较老牌的一个币种了 这个玩Panetwork的朋友肯定知道 那个在Panetwork的里面一个算法 就采用了恒星协议 所以说这个币的话 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而其他的差不多 就这样吧 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再看一下 在以太坊上面去的那些币种 他们的前100名的金鱼钱包 看一下金鱼的动向 这金鱼钱包的地址是这个 你们可以在谷歌上面就可以搜索到 那么搜索到之后就可以进入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的话 可以通过你的搜索 去搜索在以太坊上面发行的代币的一个金鱼钱包持币量地址 以及他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最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柴犬币 柴犬币在前100名的一个金鱼钱包的地址持仓情况呢 都是往上涨的 可以看得到 不管说你的活跃地址也好 还是说你的涨跌幅以及他的整体的持有量都是往上涨的 这里可以看到他的涨跌幅其实并不大 但是他的成交量呢也不是很大 那至少来说他是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那再看一下baby doge 一样的baby doge的情况就不一样 baby doge的话 整体还是想向下跌的 虽然说他的牌面上 币量涨的是比较往上走的感觉 但是他的这个金鱼钱包持币地址还是往下跌 由此可以看出啊 金鱼钱包就是那些所谓的庄稼 其实在baby doge他是有出货的啊 那证明这个baby doge的底还没有到 所以说为什么baby doge这块币的话 建议持少量的持仓呢 因为他肯定积极不稳定 你市面上看见了他是在涨 但是实际上背地的话 金鱼钱包的地址都是在出货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和大家分析到这里 因为对于2G市场里面的一个计算 我也不是太懂 我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好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个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 好了 今天就这样喽 拜拜